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姑哪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即就激动的流下了眼泪了 在她心里 母亲之所以躺在病床上百多年 就是因为为她去寻找仙慕随所造成 如果母亲的病不能治好 她一辈子恐怕都无法安下心了 奥松同样当场争主 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但随即便惊喜的说 我去告诉大长老 说完 她转身就走 莫无忌看向了石骨兰 她想要看看 石骨兰会不会留下奥松 石骨兰眼中闪过了一丝黯然 对莫无忌摇了摇头 显然她也知道 奥松是想逃离魔月仙门了 既然莫无忌治好了石骨兰的病 那就说明她做的事情已经被石骨兰所知晓 石骨兰之所以将奥松叫进来 也并没有更换冥香木床 使她心里还存在着最后一次幻想 想要让奥松反然醒悟 向她道个歉 然后好把这件事情轻轻接过 不得不说石骨兰的大度 奥松这样害她 她还等着奥松回心转移 若是换成莫无忌 她绝对不会这般大度 地球史书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寒山询问石骨兰 世间傍我欺我 辱我 笑我 行我 见我 骂我 骗我 我要如何处置 石德回答寒山 只是忍她 让她 由她 比她 耐她 敬她 不可理她 再待几年 密切看她 石德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这种方法的确可以安慰自己 也确实有一部分人因为这样 最后沦落的一无所有被人唾弃 但同样有一部分人 最后说不得就比你过得更好 石骨兰让奥松离开 就是要对害她的奥松忍让和放弃寻仇 可要是换成莫无忌来回答寒山 那就是揍她 揍她 再揍她 如果打不过 过几年再揍她 继续揍她 可让莫无忌疑惑的是 被石骨兰放过的奥松 只是走到门口就突然停了下来 她缓缓转过头 脸上再没有之前的那种惊喜和激动 而是平静无波看着石骨兰和莫无忌 我倒是忘了 你们三个的实力加起来 现在应该也不够我看的 奥松是大一仙 莫无忌悬先初起 林姑悬先圆满 石骨兰刚刚康复 要恢复修为至少还得几年的时间 奥松师妹 你 听到奥松的话 林姑呆住了 她蒸蒸地看着奥松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奥松却对林姑的话充耳不闻 甚至连看都没看见林姑一样 她走回了几步站住 才张开手说 石骨兰 想必你已经知道 你的病是怎么来的了吧 原本我还想成全一下你的传道之恩 让你安静地离开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别怪我动手了 一冰弯如圆月的淡若光芒 出现在了奥松手心 那道淡若光芒好似虚无 莫无忌却很清楚 那不是虚无 也并不是什么法术 而是一件真正的仙气 是你害我娘 你这个狼仙狗妃的东西 反应过来的林姑 雅自于恋 疯狂地要冲向奥松 莫无忌却一把拉住了她 平静地说 让我来 她知道林姑肯定不是奥松的对手 就这样冲上去 那铁定是招死 林姑可是见识过 莫无忌一刀就差点 批死一名大一仙出气的事情 因此她冷静下来 并没有继续往前冲 她抓出了自己的法宝 走到了石古兰的床边上 一旦莫无忌和奥松打起来 她要时刻护着石古兰 石古兰张手抓向自己的戒指 然后她的脸色就变了 她之所以敢让奥松进来 就是因为她的戒指里 还有一枚八级攻击服 不要说一个奥松 就算是一百个奥松过来 她同样可以轻易制住 此时她拿戒指中的东西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戒指中的禁制 现在她还打不开了 她的石海才刚刚活过来 想要伸展神念 最快也要一天的时间 要激发这枚俘虏 至少还有半个多月 她病才刚刚好 还没习惯现在的身体 等等 奥松 让莫丹师和林姑离开 我任凭你处置 石古兰比林姑的反应要迅速的多 她明白三人加起来 也不是奥松对手后 当即下定了决心 莫无忌伸手拦住了还要说话的石古兰 一兵暗灰色的宽背长刀出现在她的手里 奥松 我既然敢当着你的面一号蓝椅 就没想过怕你 要动手就来吧 让我看看你这大乙仙 到底几斤几两 奥松一看就是大乙仙 莫无忌如果连这都想不到 她岂能活到今天 说实在的 她根本就不去奥松 若是她惧怕奥松 就不会当场一号石古兰 林姑 你看尽带着莫丹师走 我 石古兰见奥松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 她挣扎着动了一下 可无奈她太过虚弱了 奥松杀其环绕 大乙仙领域铺天盖地 卷向了莫无忌 如果不是莫无忌的话 她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 莫无忌的领域同样轰了出去 莫无忌的领域是漩涡领域 尽管奥松的大乙仙领域比莫无忌的领域等级高出很多 但当二人领域互相对撞之时 奥松立即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漩涡力量开始撕扯他的领域 莫无忌一句废话没有 手中宽被长刀以刀劈出来 面对大乙仙 莫无忌可没有半死留守 狂暴的仙缘卷起带起数杖刀芒 刀芒被莫无忌压缩起来 杀意更加的磅礴惊人 奥松的领域本就被莫无忌的领域撕扯得摇摇欲坠 现在莫无忌一刀劈下来 他的领域直接裂开 渗透心魂的刀芒劈了过来 奥松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 动手之前 他之所以没把莫无忌放在眼中 就是因为莫无忌才刚刚悬线出起 而且莫无忌周身没有半点领域环绕 一看就是个垃圾资质的家伙 他哪里能想到莫无忌如此可怕 紧紧伸展了领域 劈出了一刀就让他完全落在了下风 甚至开始有性命之忧 到了这个时候 奥松再不敢轻视莫无忌 手中的弹若半月刀芒顿时闪耀起来 只见其划成一道实质的弯月锋芒 挡向了莫无忌落下来的杀意刀痕 两道杀芒撞在一处 周围尽致直接化作废墟 一道撕裂的刀器冲天而起 奥松被莫无忌强悍的杀意 直接轰飞了出去 撞击在了门边的劲指上 一道血痕从奥松的眉心到下巴出现 鲜血渗透出来 滴落在地上 若莫无忌的刀芒再强生一点 或者说奥松只要稍微慢了一丝 那莫无忌这刀会直接劈开他的脑袋 奥松再也不敢上前与莫无忌动手 可莫无忌却不会放过这女人 他虚空向前跨了一步 手中长刀再次卷起 同时他的漩涡领域 更是疯狂席卷周围的空间 他的杀意已起 此刻的奥松在他眼中 已经是一个死人 奥松感受到了周围空间的变化 他的眼里闪现了一抹灰色 他没想到莫无忌会厉害到这般田地 最初他还以为莫无忌是隐匿的修为 可在和莫无忌对立到之后 他很清楚莫无忌是真正的玄仙初起 玄仙修士可以抗衡大乙仙 他不是没听说过 可那都是玄仙圆满对抗大乙仙初起 而且还算是一般的大乙仙 他虽非最强悍的 但也绝非最差的 而眼前这个玄仙应该不到玄仙中起 这等实力可只是害人听闻 他一咬牙要施展压箱底的东西 莫无忌再厉害也不过是个玄仙而已 石骨兰子此刻才反应过来 他的眼里同样闪现一抹骇然 他也没见识过莫无忌这般厉害的玄仙修士 难怪玄仙没有上前相助 而是退到了他的身侧 看样子 玄仙早就知道莫无忌的实力很强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大乙仙可以抗衡 莫无忌第二刀 杀意更加爆棚 这种爆棚的杀意 就算是石骨兰和玄仙都能够清晰的感知到 莫大师 请放了他一次 让他走吧 石骨兰艰难的说 他最终还是忍不住为奥松求了一个人情 莫无忌心里叹了口气 按照他的想法 他是不会放过奥松的 但既然林姑的母亲开口 他也不好继续动手 只能松开了自己的领域和周围空间的杀意压制 几乎就在莫无忌松开领域和空间压制的瞬间 奥松放弃了硬扛 直接顿开 莫无忌那看似劈开虚空的刀芒 将他的身影直接劈成了两半 挣脱了莫无忌的必杀一招 也知道是莫无忌手下留情 奥松放弃了继续动手的念头 迅速顿走 他回过神了 也许可以和莫无忌对战一会儿 不过以莫无忌的这种实力 他最终将必死无疑 莫无忌没有追杀 只是将长刀送入了戒指 抬头看向了天空 一名灰袍中年男子从虚空中一步踏下来 莫无忌立刻退后几步 他知道 这家伙应该是被动手的威士引来的 而这家伙至少是一个先王强者 面对这种层次的强者 他也只有被秒杀的份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